为展现中山医学大学创办人周汝川博士在医学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 中山医学大学2024年11月7日举办64周年校庆 继创办人日特长开幕 回顾创办人周汝川博士及周章部女士的创校历程与教育理念 特展以校训、诚、爱、精、勤和一人 一病、一心、理念为核心 并结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3健康与福祉 规划、传染病照护回顾展 展现该校级副医在医学教育 公共卫生与医疗平权的贡献 活动特邀为福部政务次长校友林静怡与会致辞 并由台湾公卫学生联合会献唱公益歌曲 《I am as usual》中山医学大学指出 秉持为台湾培育牙医人才的理念 1960年创校的中山医大由周汝川与周章部亢利所创办 从中山牙医专科学校发展成拥有四个学院与一所复射医院的医学大学 此次特展一结合SDG3健康与福祉 由中山医大继附设医院支持的中华民国环爱协会规划传染病照护回顾展 回顾中山医大继附设医院在SARS COVID-19 HIV等传染病防治及医疗服务的重要贡献 让观众深刻了解医学教育与社会服务的相辅相成 包括中山医大董事长周明勇 董事周明志 专任董事周英湘 中山医大校长黄建宁 中山医大副校长继副社医院总院长蔡明哲 中山医大副校长兼公关室主任林俊哲等校院师生 医护等均出席观展 中山医大董事长周明勇致辞回顾父母创校的艰辛历程时指出 父亲周汝川博士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坚持以牙医诊所的收入支持学校运作 并带领子女亲力亲为 成为校园里的备员工友 负责清扫、除草等杂物 展现其在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 中山医大校长黄建宁强调 学校不仅承袭创办人的教育热忱 也在社会公益领域持续开展创新 特别是在传染病照护 健康平权及医疗人权的推动上 展现中山医大与副社医院的综合实力 他指出 这次参与公益歌曲 伊亚阿西苏国的十位中山医大学生来自医学、牙医、公卫、医社、语厅等五大学系 透过音乐表达对HIV患者的关怀 这项表演也象征着医学人文教育成果的重要展现 中山医大校长黄建宁表示 未来学校将致力于实现健康福祉的使命 让学生在成为医疗人才的同时 拥有兼具专业素养与社会责任的医疗人文价值观 为台湾及全球的健康议题贡献力量 记者邹志忠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